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以患者的名字啊 不是以患者的名字 而是以这个操作的类型来处理的啊 这期呢是牛肉干系列啊 牛肉干系列 开场的这个啊 基本上属于一个纯天然吧 好像也没有明显后期棉签加工痕迹啊 但是位置比较深 位置偏深了一点 很多老铁对这个非常熟啊 包括我用的词啊 所谓的上顶天下顶地啊 这个好久没用了 因为最近 这段时间连续出了一些单指流啊 一些这个视频 牛肉干的不太多了啊 至少我们 医院附近吧 这个方便几公里啊 可能是 非常少见了 因为要有的话 早就被我们给干掉光了 像这种呢 操作的时候会稍微的有一点疼 稍微有一点疼 成年人还可以 儿童就不行了 儿童的话肯定是扛不住的 嗯 周四啊 我这个视频处理好以后啊 会按照 那叫什么 定时啊 定时发送 定在周四的晚上吧 这个大家下班以后啊 上一期好像就准备是做按定时 结果在上传发送的时候 忘选了啊 直接当时就发出来了 一会儿再小心啊 一会儿再小心 哎呦 这几天这个健身体重往下掉啊 腰酸沸腾的 不过也是很开心啊 这一个月把体重削到了十年以前的这个水平 很不容易啊 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 很多人都在问啊 是什么 有什么这个叫什么 秘诀或者是什么 这个老老实实的管住嘴 迈开腿 然后主要是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啊 然后把时间啊 作息啊 调整好 坚持就可以了 每个人的时间 每个人的速度可能不一样 因为大家的身体条件 各个方面是不一样的啊 有的人可能快 有的人慢 这个东西就不能去强求 但是只要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啊 呃 再次提醒一下啊 很多人就是盲目的靠节食啊 我是非常反对 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啊 人体 它是一个活的 它不是一个一池子死水啊 这个你不能光往外倒啊 呃 不是 不能光减少 减少往池子里的供水啊 这个主要是通过增大消耗 增大消耗 但是每天的这个新陈代谢啊 包括你像这个外耳道这个丁宁生成啊 它也是一种新陈代谢 每天新陈代谢 我们人体有基础消耗量啊 你要满足这个基础消耗量才行啊 盲目靠着这种什么不吃饭啊 这种这种有点有点 反正我作为医生角度来讲我是反对的啊 否则那种那种体重确实有些人可能也能减 但是是以牺牲健康为代价 而且你能坚持多久 你光靠饿肚子你能坚持多久啊 是吧 短期坚持完了 下次什么时候一放松恢复以前的饮食状态 很容易就弹上去了 所以还是要就是一个生活状态啊 我觉得这个之前我的那个老铁跟我说过一件事 就这个减重它是一个生活状态 不是说你一两个月完事了到目标了 然后就又恢复治强了 那个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这个够硬的 这个外耳道就像刀一样了 切了一个小口子 这种小的皮肤损伤啊 自然会愈合 这个 因为外耳道这个皮儿啊 相当的薄啊 血管全部在底下 这种它自然啊 形成血凝块以后自然干燥 不需要特殊处理 哎呦 我怎么刚才眼花了吗 看见一个心形啊 白色的心形 好 这是咱们第一个牛肉杆啊 第一个牛肉杆 剪了点血啊 这个不太多剑 偶尔会碰到 因为有一般人 这在破之前会比较有明显的这种疼痛反应啊 我主要是根据这个来决定是不是做操作啊 有的人比较能扛 就是他确实很疼 或者他对我非常信任 因为到我这儿处理的大部分都是在网上看见过的 所以他对我比较信任 然后能够全程很好的配合啊 这个是加工过的 前面说过那个自然行程 这个一看就面前捅过的啊 这个不光是上顶天下顶地了 这个上下左右全是满的 就底下稍微我刚才 在勾置挑出了一个小份啊 好多人都说这个叫什么 喝凉水都长肉啊 你拍拍胸脯 你真是喝凉水吗 都是一口一口吃出来的啊 胖子不是一天能够出现的 那么你减也不是一天就能减下去 必然把你以前吃的这个舒舒服服的这个过程啊 要不断的消耗掉 升级剪下来以后 除了锻炼的时候啊 就是刚炼的时候却是火啊 今天这两期这个搜的都见血了啊 今天就要见血的这个牛肉干了 刚刚还说这个见少啊 也是一滴小雪珠 这个太硬了 这得亏是在做医疗操作啊 这要是在接 前面两个都破了啊 虽然是17年的操作 看着还是 觉得手法不纯熟啊 不纯熟 因为这个阿内镜离开万尔道以后啊 这个 阿内镜在在万尔道里的时候啊 这个内镜的近身啊 会在万尔道口有一个支点啊 就这么轻微的支一下 就能保持内镜的稳定 现在呢 就没有任何支点 完全悬空啊 换着坐着 我站着 这个手就会有这种颤抖啊 这个是一道硬菜啊 标准的硬菜 之前说那个上顶天下顶地 就是这种类型啊 最近好像真是191819这种就少了很多了 勾住这个底从底往外 带出来 带出来啊 同底往外带出来 但是这个人好像 这个人好像有点怕疼感觉啊 画面我能感觉出我患者的反应来 这个人应该是有点怕疼 这个硬拽的话 也会出血啊 这个硬拽也会出血 这个是比较硬啊 有点个牙了 硬的都这种 这17年还是明显的没有经验啊 17年刚刚做这个内景操作没多长时间 这个好像17年年初的啊 这玩意儿拿小圆钱子哪能夹得出来啊 后来有一个这个尖嘴的啊 尖嘴钱 带尺那个还相对好一点 当时好像没有 当时好像手里还没有 这种小圆钱根本加不动 很多人问这个镊子 哎 你们真是太年轻了 镊子在外耳道里根本是施展不开的 我扯们的就是 我用的这些器械啊 都是耳克用的一个 显微的这种器械啊 好 这个硬块啊 泡了泡 泡了泡 已经都拉到门这了啊 但是这个人扛不住 扛不住 生拽的话 一个是疼 第二个容易出血 那么咱们就 点了点药水 这个东西点什么都行啊 灌自来水其实也没多大区别啊 当然它骨膜要保证完整 所以说万一有这种骨膜有穿孔了就比较麻烦 特别是有采用冲洗的啊 这个 现在很多地方还在用点药以后冲洗 因为这种成本比较低啊 而且也不需要特别熟练啊 很多地方是在让 呃 非医生啊 非医生的义务人员在处理这个事 那么我呢 一般不会让很少 除非小孩啊 那是他配合不了 成人的话 像这种情况一般就泡一会儿 把这个边儿泡软了 把这个边儿泡软了 要不然这个冷儿太硬啊 不时所有人都能扛得住 17年啊 如果有这个屁母粒子啊 穿上这个叫什么 穿越穿越时间的这个量子战服啊 飞跃过去 一脚把当时的我踢开啊 这是17年年初吧好像 对 就是这种这种小钱呢 还稍微能夹得住 那当时就有了 被加碎了 所以还是 得用这个勾针啊 勾针从后边 勾针 勾着屁股啊 有了这个 前面这个液体的润滑啊 液体润滑以后 它往外就不那么涩了啊 OK了 再回头看看啊 这个别再出穴了 不勾开啊 钻进去 瞧瞧 真是要有蚁人这个东西 在里边拿铁锹操作很爽呢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啊 下期再见